這邊來看到今天的一些最新的戰況整理 還有最新的消息 德國政府在今天立場出現了重大轉變 因為德國政府是批准 要交給烏克蘭大批的武器了 因為其實先前 德國是沒有打算要把大批的武器交給烏克蘭的 不過德國政府今天是發表聲明了 說德國軍方將會運交1000件的反戰車武器 還有500枚的刺針飛彈要給烏克蘭 要協助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的入侵 德國總理肖茲就說 他說我們有責任盡最大努力要來支援烏克蘭 為的就是防禦普丁的入侵 那麼他也強調了 德國是緊密的站在烏克蘭的這一邊 那麼現在世界多國都紛紛表示要來制裁俄羅斯 今天也可以聽到 就是有法國的海軍在英吉利海峽 攔截了一艘要開往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貨船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這個有法國官員就說了 這一艘俄國的貨船 其實它是專門運送汽車的總長大約有127公尺 但是它連夜在英吉利海峽上頭行駛 最後被法國的海軍攔截 一路護送到了法國北部的港口 最後還被扣押了 對此俄國駐法國的大使館目前正在向法國的當局尋求解釋 那法國的總統馬克宏就說了 全世界呢現在必須要做好心理準備了 因為他認為這場戰爭將會持續很久 那麼打到今天呢已經是第四天的戰事了 原本呢這個孤立無援的烏克蘭呢 都是獨自面對的 那麼甚至呢連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自治的共和國車臣呢 都說要加入俄軍 好終於撐了四天 有援軍要加入烏克蘭了 是白俄羅斯的民主派宣布要加入保衛烏克蘭的行列 要和自己的鄰居來並肩作戰 白俄羅斯的民主派人士呢 在網路上頭貼出了照片還有影片 說呢他們的自願軍是已經做好準備了 而且全副武裝準備好要來保衛烏克蘭 那麼對於俄國的抵制方面呢 還有一個部分是 繼英國24號呢 也就是這個開展的第一天呢 英國是率先禁止了俄羅斯航空公司飛越英國的領空 那麼現在接下來呢 包括了像是歐洲國家捷克啦 波蘭還有保加利亞 這些國家呢 在26號也開始對俄羅斯的航空公司班機呢 要關閉領空 等於說呢是繼這個英國之後 東歐六個國家也開始禁止俄羅斯的班機飛越領空 那麼愛沙尼亞的總理更是表示說 這個民主國家的天空是容不下侵略者的飛機 另一方面呢講到這個飛在空中的問題啊 最近呢出現了一個話題大家也很關心 大陸解放軍呢負責攻台的一個福建遠程火箭旅呢 最近是疑似持續的對這個台灣的本島 北部還有中部的上空施放的高空氣球 到最近呢至少是有四批的這個氣球從本島的高空飄過 而且高度呢大約是一萬九千英尺左右 那麼陸軍呢是陸陸續續在這個基隆啦 桃園新竹台中的上空征獲這個氣球 而且最近呢是這個惡物開展的敏感時刻 又發現了這些高空氣球 所以呢對此喔 這國防部昨天也證實了是有所掌握的 但他們研判呢是這個氣象科研使用 將會持續的密切來監控當中 現在這個惡物戰爭是引發了兩岸局勢動盪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呢 福山他昨天就表示了 烏克蘭危機呢讓許多人意測說 大陸對談動物的可能性 已經從不可想像變成可想像了 也讓台灣呢必須要好好的審思 自我防衛的一個策略喔 他也很擔心台灣民眾呢 自我防衛的決心不如烏克蘭人 他說呢如果台灣不為自己而戰的話 也不能期待美國會來救台灣 烏克蘭要跟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區別呢 兩邊很重要的區別就是 烏克蘭人更願意為自己挺身而戰 那麼這是這個美國學者的一個看法 那麼在俄烏開打之後呢 台灣也宣布要加入國際 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 不過現在在野黨就質疑說 台灣制裁的力道有限 根本就是在刷存在感 那麼外界也關切了 台灣有9.7%的天然氣 其實就是來自俄羅斯 而且這個合約呢 3月就要到期 經濟部是表示呢 已經有後續的替代來源 專家呢就示警說了 如果改為跟美國購買之後呢 恐怕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俄烏開戰 台灣也迫不及待 扮演抗俄制裁的急先鋒 蔡政府宣布加入國際 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 但在野黨質疑 台灣真有這樣的實力嗎 恐怕只是在刷存在感 盤點去年從俄羅斯進口貨品 以天然氣淹煤 其他原油佔最大宗 天然氣只有11億5千多萬美金 台灣和俄羅斯呈現貿易逆差 蔡總統卻想用半導體來制裁 半導體更下話了 去俄羅斯那邊很少 談不上什麼制裁 制裁的話對國內的影響 其實應該不大 奶氣啦一些重要的原物料 很多都是來自烏克蘭俄羅斯 戰亂的話可能會不會影響供應鏈 這個部分是有可能會讓原料漲價的 台灣9.7%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但合約將在3月到期 經濟部雖然表示 已經有後續替代來源科部族缺口 但專家分析成本得付出更多 美國在這次的物額危機裡面來說的話 它的這個天然氣的施占率上升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可能很大一部分 是買來自美國的天然氣 從美國運過來的話 成本可能會比俄羅斯的貴 情電院提出四大穩定措施 包括油氣來源多元佈局 統裝瓦斯凍漲 同時也會確保股會是穩定 至於西方國家 研議將俄羅斯徹底提出全球金融系統 SWIFT 但此舉不僅重傷俄國經濟 恐怕也會傷害 西方國家的商業利益 各國還在觀望 五國想在制裁舞台上露臉 凸顯台灣是民主同盟的議員 但恐怕力道有限 這張東彭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俄羅斯呢 其實原來是計劃用這個閃電戰的策略 迅速地佔領烏克蘭 不過現在根據CNN的報導呢 俄軍目前這個攻勢呢 好像受阻了 但是呢在這個俄羅斯的 別爾戈德羅區呢 有CNN的特派記者普雷根 他在現場就直擊了 俄羅斯的主戰坦克T-72型 長驅直入地進入了烏克蘭的邊境 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其實我正在跟你們說話 我不知道我們在暗夜裡能夠看到 但其實有一個巨大部份 的俄羅斯監製造機器 正在走向我們 我正在跟我們說話 我正在跟你們說話 我們也看到一些 發展在暗夜中 面对这个俄军的入侵 乌克兰进入战时状态 也颁布了这个征召令 要召集13万的平民加入他们的志愿军 而且禁止18岁到60岁的男性公民离境 对于国家遭受到的攻击 乌克兰人是要逃 还是站起来保卫国家呢 乌克兰的国防部公布了这一段影片 这里地点是乌克兰中西部 一个叫做文尼查的地方 现在是聚集了有许多的志愿者 那么这个乌克兰国防部是打气地说 让我们一起引爆 请不吝点赞 访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